哇我的天又是这么一个斗坡 带急转弯的斗坡 后面就是悬崖 头大的 我的个妈妈前面又有一个大坡 挂石区挂石区挂石区 你就是说是往上面那个路更那个啥更闲是吧 这是他第一道玩小玩这个还是 小坡还是小玩 嗯 你先往上 往上到那个顶上 嗯 上到那个顶上 要上到那顶上 然后咱们现在下车一个是 嗯为车身减重 另外一个是我想拍一下他上山 就是一会儿爬坡的这个角度 哎呀可能是踩到中间那个虚的土了 哎呀哎呀哎呀 小伙伴们现在要冲击这个路 我觉得手机是这样平放的 但是呢 都已经写出出这个坡已经特别特别多了 后面就是 像后面就是那样 哎呀我的天 这个小伙伴们现在这道路 啊 终于有一段平步 我去还有这个功能 老公看 这个 这那里面是看那个 这个 哎呀是那个好的 太好 这天又是这么一个斗坡 带极转弯的斗坡 后面就是悬崖 前面还有那么斗的路 咱们一直到那里 看到没有 大伯 然后出面看 看到 嗯 看到 看到 嗯 那边有矿在那 不是 不是 那才是路 然后从这个位置 这样子过过过过 过到这个位置 好吧 嗯 然后过到位置看到那个山顶了没有 嗯 翻过那个山顶的另外一个山 我的妈呀 我腿都是抖到了 现在要回去了 现在长城炮要回去了 哎 长城炮的时候主任我想问一下你 你对这个车来一个评价了 没有 没有 终于终一转了 还可以 性价比怎样 新价比 新价比关键都跟着15年报废一块算的 嗯 19万 19万啊 嗯 15年 能开15年 新价比都是跟着年限一块算的 你如果新价比一百分的话你给这个长城炮打多少分 八十 那就是说是你觉得它几乎接近百分之百了 不接近 哈哈哈 跟你说话累的很 哈哈哈 你觉得你这样打大分我没法给这车打大分 为啥呢 你感觉值多少分 满分一百的我说它就值八十 不错了 就比如说这辆车 这辆车在你自己没买 没买之前它是百分之百 嗯 我自打买完了是百分之八十 慢慢的它就掉上百分之四十了 那那那那那 为什么 你掉了呢 人嘛 它都是有欲望心的你知道吧 一山判着一山高 咱们在这山就想上那个 那那这种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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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中国的传统化 就叫就这个嗯 这个喜新厌旧就是个男男人的 我儿混得更好 他就是长城炮又换了 又可能换了 哦 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已经比以前混得好了 所以你觉得他 大分低了 那这种现在明显的 现在大分越来越低了 说明人家档次往上升了 小伙伴们刚才这个嗯 这个开车上来的时候啊 我坐在副驾上 我都感觉我都 真的是 就我平时胆子还是挺大的 但是刚才上来的那个过程都把我吓着了 我觉得这个长城炮子可以的 好的关注我是阿宁 勇闯天涯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拜拜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